美国联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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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vin 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市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联储局 鲍威尔说了加息四分一里 一如市场的预期 加息的力度不是很大 但更重要 反而不是他加息多少里 而是他之后说的话 联储局主席 他暗示了 未来有机会可能不加息 即是说加到这一刻为止 累计已经5厘有多了 所以觉得是时候 可能要休息一休息 这对市场来说 当然会是正面 因为如果你不再加息 不用担心利息的开支 成本会越来越重 但当然也要看 未来的通胀究竟能否得到 好了 最重要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如果我们看回 在2024年 即是明年 其实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而传统 每届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 即是现在2023年 特别是下半年开始 多数联储局都会很懂得做 会怎样做呢 就是不加息 甚至乎减息 尽量希望歌舞升平 刺激经济 令到大家觉得 在一片很美好的环境之中 去竞选总统 所以 未来又到这个传统的时段 2024年选总统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变成2023年的下半年 已经很接近这个直路 所以在今时 联储局现在也开始 已经放这些风声出来 就是未来有机会不加息 都是为总统竞选去铺路 所以未来 为什么大选又不太跌下去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加息的步伐不再重 甚至乎停止 无论你说对美股 道指、纳指都好 又或者对港股行指来说 都会有个支持的作用在 好了 除此之外 另外一方面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隐忧 就是因为现在 美国的债务上限 成31兆 这么多美元 你说这么大的美国债务上限 未来国会那边 又要再谈过 又要再争拗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那边 就希望可以 再将这个债务上限提高 究竟最后行不行呢 因为如果不行的话 之前试过 会怎样做 就停摆 政府的工作 突然关闭 部门关闭 甚至乎无量出等等 到最后可能 又要有些临时的撥款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都是会有个隐忧 亦都会令到市 为什麽升不上 因为大家也要看 就是说 未来的通胀又是否压下去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市 就形成一种 升不上 但又跌不下的状态 我们看看恒指 恒生指数 其实 无论星期五的时候 又或者再之前 在5月2日和5月5日的时候 分别地 每次上到保力加通道中族 即是20天线 碰到或过了一点 之后 又回落 所以现在看 未来恒指有机会 都会在保力加通道中族 和下线里走 现在保力加通道中族 是20151 而下线是19539 即是大概 保力加通道中族下线 未来恒指的走势 就会在大概19500点 至20100点 这个区间上落 而个别股份方面 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一些落后一点的水泥股 都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呢? 例如3323 这个中国建材 大家可以知道 中国要振兴经济 GDP要补5 所以未来可能又要大搞基建 还有内房 由去年的烂尾楼 已经开始解决了 因为中央的三支战 未来内房 应该反复地开始回暖 无论价量也好 即是说成家 或者价格都会站稳 就开始陆陆续续 又可以建立楼 所以对水泥的需求 也会增加 这一支 例如3323 无论股息率来说 都挺高的 我们可以看看 股息率有接近 预期周息率有9.1厘 而这一刻的PE 都是5倍左右 所以中长线来说 都值得考虑 现在这些位置 比如说5.3-5.5 这些水平 都是一个不错的吸纳 目标价都可以看到6元或者以上 所以我可以看到 你也会有什么 比较来的 每天日子 都可以看到 都能够 那些不错的 在这些水平